HELLO 大家好我是老宅 這次要來介紹的是金屬對決 是由騰訊旗下NEXT STUDIO 開發以Cyberpunk機甲為題材 首創極簡而不失深度的遊戲體驗設計 帶來全新的對譯博弈體驗 全球即時PVP 讓全球玩家無縫切磋 金屬對決是一款以未來架空世界為背景的格鬥遊戲 將人類對未來世界科技的應用 以及科技與人文的通途融入遊戲設定中 為你帶來獨一無二的全新世界 官方說明是這樣啦 那簡單來說這就是一款額鬥遊戲 角色都是硬棒棒的機器人 不同的機器人攻擊的不一樣 目前可以使用10種機器人 坦達下面還有多的6格 未來可能會開放到16種機器人 控制方式也是相當的簡單乾脆 左邊是控制方向的上下左右 右邊4顆按鈕XYAB跟D殺技 X是基本攻擊 Y是特殊攻擊 A是跳躍 B是閃身 打開招式表就可以發現這遊戲真的很簡單 沒有什麼華麗又複雜的操作 大多都是單一方向鍵加上X或Y就能放招式 雖然說遊戲看起來很簡單 但實際上比的就是操作跟反應 以及如何將這簡單的招式 接成華麗的連續技 遊戲主打就是真人對打 可以直接在遊戲大廳開房跟別的玩家對戰 或者是在排位上跟其他人對打 當然如果你不想要跟其他人對打 也可以選擇單人模式的接機 一關一關的挑戰NPC對手 如果你操控不順的話 也可以到練習模式中 練一下連技或是看系統的提示 那說真的 這類型的遊戲其實我不是很擅長 但這類型的手機遊戲真的很特別 以目前的體驗來評分的話 如果滿分是10分 這個分數只是我個人的感覺 畫面我會給7分 格鬥遊戲不外乎就是 角色的精緻度 以及招式的華麗程度跟特效 那這兩點遊戲都還算是不錯的 玩法會給7分 簡單暴力的格鬥遊戲 沒有複雜的招式很容易就能上手 不像我們小時候玩格鬥天王 是什麼左下右加A 或是下右加B之類的 每次靠刀式都會靠到手破比 那音樂我會給7分 背景音樂還不錯還蠻有感覺的 戰鬥的音效也還不錯 劇情不給分 格鬥遊戲的劇情不是很重要啦 耐玩度給8分 這個分數是對喜歡格鬥遊戲的玩家來說 喜歡的話就會覺得這個遊戲可以玩得很久 不同的角色可以練習不同的接招跟技巧 不斷的磨練自己成為高手 那以上就是這次新手機遊戲介紹跟試玩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個讚 訂閱頻道跟分享影片 也別忘記打開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新影片通知 有什麼想看我玩的 也都可以跟我說 之後有新的遊戲上市也會持續的更新 給各位帶來最新的序玩跟介紹 我是老宅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